美國政府與日本政府於6月26、27日 在美國密蘇里州 懷特曼空軍基地舉行延伸威懾對話 上方分享了對地區安全環境的評估 並檢視了有助於地區威懾的常規 和美國核能力 美日於2010年建立延伸威懾對話機制 作為討論維持和加強延伸威懾的場域 這亦是美日聯盟的核心延伸威脅 指將民友也納入本國威懾力的保護範圍 這次對話 日本由愛務省北美局副局長 公本申誤和防務省防衛政策局副局長 安藤敦共同主持 美國由美國國務院負責軍控 與李約局副助理局長 亞歷山大貝爾 和美國國防部部長辦公室負責核語打擊 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政策的 副助理部長李查約翰遜共同主持 五角大樓表示 這次對話有助進一步落實 拜登總統和岸田文雄手上 關於加強延伸威懾的共同承諾 會議期間 美日就延伸威懾問題進行深入的討論 並就進一步加強相關雙邊合作的措施進行磋商 雙方分享了對地區安全環境的評估 戰略軍備控制和降低風險的前景 檢視有助於地區威懾的常規和美國核能力 並強調優化聯盟的力量態勢和活動 以增強威懾效力的重要性 美國重申 它致力於提高在該地區戰略資產的可見度 五角大樓指出 雙方將繼續探索深化聯盟合作的途徑 通過改進信息共享、培訓、演習 以及兵棋推演 進一步防備、潛在、攻擊與阻止核使用